今天天很阴,但是温度还好不算太低 准备给蟹爪兰换个盆 因为花已经卸了 我最大的一盆蟹爪兰已经好多年没换过盆了 我都不记得是多少年了 年年花苞盆 但是随着年头的增多 它逐渐就卸下去了 因为土越用越少,慢慢它就落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必须得给它换盆了 如果只是添土的话,就会把它埋下去了 它已经长得实在是太大了 我想把它缩小一下 所以今年是想彻底打翻了重来 就是把这些枝条全部剪掉 一般情况下修剪只是把一些长得不好的 比较弱小的或者说过于密集的 修剪掉一些就好了 当然一些影响整体形象的也可以修剪掉 就是也需要整整形 但今年我是打算直接剃个光头 这倒省事了 不用掂量说哪只剪呀,哪只留啊 全部剪掉 蟹爪兰原产巴西 属于仙人掌科的 但是它并没有先长那么多刺 只是稍稍微微有那么一点点像是刺的东西吧 可以看到比较年轻的是扁平的绿色 然后老一些的中间鼓起来就有点木质化了 它的整个枝条长长了以后就会下垂 所以我是选了一个细高的盆 但其实它的根系不需要扎那么深 我这盆里有一个橘子 不是我放上去做肥料的 是树上掉下来刚好掉进去了 所以它的生长环境我通常就是放在树下 几乎就剪光了 剩了这些 这应该就比较好取出来了 希望是这样吧 好多年没换盆了 也不知道这底下这土是什么情况了 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倒出来 看这土里好多虫啊 这养在户外 哎呀这个虫就是防不胜防 真的还挺费劲的 但是感觉土其实也没有多少土了 我是连抠带拽 再加上石就往外空倒 哇塞总算给我拔出来了 我去把盆里剩下的土都处理掉了 需要换新的土 这盆底下我放了一个空盒 扎了好多洞 盒子的四周还放了一些石头块 这样又能保证重心比较稳 又方便排水 盒子是中空的 四周上下都有非常多的盐 所以也是非常透气的 之前盆里只放了10块 并没有放这个塑料盒 塑料盒是我这次刚放进去的 因为这个盆比较深 它的根基本上也扎不到那么低 所以底下可以垫起来 不用放那么多土 我用的土就是最便宜的花盆土 我自己也没有添加任何的肥 因为接下来我是要做牵插 而不是移植 看到我还放了一个瓶子吗 我准备种两层 就是花盆周围种一层 瓶子里头种一层 因为它的枝条越长越长 总是会垂到四周去 中间就会显得比较空 它开花的时候 也是主要集中在枝条的顶端 这样中间就花比较少 那我这样用瓶子把这些架高 瓶子里这些是比盆里那些 本来位置就高 那它再往下一垂 就应该是在盆里的那些的上面 瓶子侧面有孔 我也斜着插了些 这儿其实还演示了 蟹爪兰的繁殖方式 就是这么简单 剪一些枝条插到土里 就可以活 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我现在这一盆 花盆是原来的花盆 土和蟹爪兰 全部还新的了 想当于是 不出意外 这盆明年就马上可以开花 意思就是虽然被我这么大蟹八块 一点都不耽误明年砍花 插好之后我就搬到这个位置 这就是它常年待的位置 只有每年花开了以后 我才把它搬到我比较能看到的地方 在我那棵巨大的橘子树下面 阳光不算好 顶多也就只有半日照 但是能淋到雨水 那这个位置 这片土就是我想找什么东西来填充的位置 之前我也有试过 把蟹爪兰直接栽到这个土里 但是后来都不知所终了 看来也不是很适应地栽 但是盆栽在这个位置 我真的很省心 几乎不用太管它 这一大盆 真的剪下来了非常多的枝条 装了一小盒 插了那一盆 完全没有用完 所以这儿我又插了一盆 这盆我准备吊在树底下 前面也说过 我扦插的这些用的土 都是最便宜的花盆土 也没有加任何的肥 因为都是扦插的枝条 也没有什么根 所以不需要什么肥 只是有土保湿就可以了 等到它长出了根 温度也合适了 开始长的时候 可以给它适当的施一些肥 如果是带根移栽的 移栽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点肥 但是也可以等到开始生长的时候再用肥 肥一定不要给太多 给薄肥 通常是这样 如果肥不足 它可能长得有点弱 不是那么好 但是它不会死 如果给肥给多了 那结果可能就是挂了 而且它的开花性非常的好 即便肥不是很足 长得弱 它一样会开花 最多就是花开的 比如说小一点啊 或者说少一点啊 它还是会开花 比如说像我这个 基本上就是靠着雨水过活 我也很少给它肥 偶尔也给过 但是真的比较少 但是我又回忆了一下 因为它是在橘子树底下 会有橘子掉进去 说实话我也没有去给它剪 那那个橘子有可能就烂在里面 那也是肥呀 蟹爪兰其实是更喜欢这种有机肥 所以如果您能自己偶制一些肥水 对的稀一点 交给它的话 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它是喜欢微酸的环境 我是有好几个颜色的蟹爪兰 但是其他的那些都还比较小 就只有这个都快长成老妆了 所以只有它给它重重的修剪 之后换盆了 剩下的这些根 也就是那些老妆 本来想找个花盆 把它移栽进去就好了 但是想一想我还不死心 想再次试试地栽 但是这个地栽呢 不完全是地栽 就这样 用一个瓶子给它套起来 瓶底打开 瓶口插到土里 瓶子盖已经不在上面了 其实这也相当于是有一个花盆的 所以我再这么试试 看看行不行 如果能行就太好了 如果不行 我再给它换盆 也不吃 看我靠墙那儿还有一些火龙果嘛 其实蟹爪兰还可以跟火龙果 夹接在一起 也可以夹接在仙人掌上 不过我还没有想好 要不要这么做 我剩下的枝条还有 所以在地上 真的是直接插在地上 也插了几阵 试试 再试试看看行不行 蟹爪兰还非常的耐旱 看这两个叶子颜色不一样吗 发红的那个吧 是花开完之后 我放在棚子底下淋不到雨 可是我又忘了给它浇水 所以就干成这样了 土都干干的了 但是也没事 我刚才刚给它浇了水 过两天它那叶子就会变成绿的了 前面提到过 蟹爪兰是喜欢微酸性的土壤 他还希望土壤是排水良好 不能挤水 否则容易烂干 所以浇水可以干透浇透 肥更喜欢有机肥 要施薄肥 勤不勤施倒是关系不大 喜欢半阴通风的环境 比较适合生长的温度是 20度到25度左右 超过30度会半休眠 低于10度也有可能出状况 所以30度以上 10度以下都不要给它施肥 它已经活得很艰难了 不可以施肥 注意通风 这指的是30度以上 10度以下最好就搬到室内吧 平时养护的时候 没什么事不要了 去搬它 固定在那个位置就好了 我是过一段时间 会给它转一个方向 但这个时间间隔是会很长的 我转方向的原因 主要就是因为它长偏了 通常朝向比较光亮的那一面 那边的枝条会多一些 所以过段时间呢 我会把枝条少的 转到比较亮的那一面 在它长了花苞要开花的时候 某些情况有可能导致落垒 常见的情况有 比方说温度的突然变化 或者昼夜的温差太大 再就是温度过低 低于10度也有可能落垒 再就是养护方面的 比方说 哎呦 水也不需要过度的给 大致上还是见干见试着给就行 尤其要注意排水良好 千万不要在下面积水 比如之前养在户外 排水挺好的 拿到室内之后 总要垫一个盘子在下头吧 哎 不小心这个接水的盘子可能积水了 这个要注意一下 蟹爪兰的换盆最好就是在花蟹之后 大概春季的时候换盆比较好 顺便呢就修修枝 整整形 也不需要重剪 通常不需要 只是把过于长的 或者整个形状看起来不好的剪掉 当然还有比较弱的剪掉 其他的留着就好 好 感觉今天聊了挺久了 就先到这儿吧 谢谢观看 咱们下期再接着聊 咱们下期盘 thigh ERE 先喝 好 让我愿意 オ Hä 不过 要 recovered 可以 ét 好的 在一面 对 价值 gak 更快 我